欢迎收看 你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陈亚兰 今天真的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正能量的颜色 告诉大家说 要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 真的 面对人生的困难 没有那个过不去的 对 忍一忍到过新年的时候 拿一个红包就过孕了 尤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老师都会跟你合作聚 真的 首先欢迎我们陈冠宇老师 大家好 风水大师陈冠宇老师 以及关静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阿美老师 老师好 来 欢迎几位特别来宾 没有过不去的看 勇敢面对就是了 首先欢迎我们的 拉拉苏欣蜜 嗨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许盛梅 大家好 好 来 拉拉曾经获选为高雄小姐的冠军 后来因为国光女神 就走红了演艺圈 但是我们才知道 你看 拉拉这样飘飘亮亮的女生 可是呢 她其实为了帮父亲还债 从国中就开始四处打工 对 那时候是爸爸妈妈离婚 那在这离婚之前 其实我很长的时间是待在家暴的家庭 家暴 施暴者是谁 当然是爸爸 对啊 因为我爸爸从小 他就是都不工作 那我以为好像所有的父亲都是不工作 都是妈妈在工作 因为我也很小 资讯很封闭 然后没有同学可以去比较 你觉得说家里就是这样子 对 就觉得家里应该就是这样 然后妈妈去工作 她打了很多份工做保险 做妞性 然后车学号 缝串珠 所以我从很小就会陪着我妈妈去做这些零工 然后一直到国中的时候 因为赚的钱都不够用 所以爸爸如果喝醉酒 还是心情不好 然后赌博又赌输 他就会打妈妈出气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是我们高雄的房子 是住那种外面下大雨 然后可是家里会下小雨 所以我跟妹妹就会拿很多水桶跟碗去接雨水 然后那一次也是吵得很严重 妈妈就 妈妈就有点跟爸爸回嘴 那爸爸就是很大男人 他就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顶嘴 然后就扯着我妈妈的头发 然后从前阳台拖到后阳台 那因为那时候的房子后阳台都很矮 可能就是跨过去就掉下去了 然后他就拖着我妈妈的头发过去 可是那时候我跟我妹妹年纪很小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就哭着 就是抓住妈妈的腿 一人抓一只 说拜托不要这样子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哭得很难过 然后后来隔天她就炖了一只鸡 然后叫我跟我妹妹把那只鸡吃完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平常吃鸡都是过年 才可以这样子把一整只鸡吃完很开心 可是妈妈那一天就说 你一定要把这鸡吃完 我说可是好撑喔 然后她说不管 尤其那个汤汤很营养 然后后来我跟我妹妹喝完那个鸡汤之后 妈妈就不见了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因为太伤心难过 所以她要选择离家出走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你几岁 我那时候八岁 就是 那妹妹更小 更小 她小我两岁 就我们才刚念国小的时候 那妈妈离开家之后 就剩你们两个跟爸爸 对 你们怎么办 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那一段过程 但是是我妈妈告诉我 她真的很舍不得 所以她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就回家 那回家看到我跟我妹妹那一幕是 她离开家里 她帮我绑了头发跟穿了衣服 跟她七天后回家 都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只是更脏乱 然后看到妈妈就抱着她 说我们肚子很饿 我妈就崩溃大哭说 她就是会一直忍耐 然后等到我们长大 所以一直到国中二年级 就是爸爸还继续打妈妈的时候 我才鼓起勇气跟妈妈说 妈妈我长大了 你可以离开爸爸 这个家我来照顾 所以我妈妈才 她就很难过 说我真的可以走 我说可以 你赶快先走 那因为爸爸就觉得说 妈妈要离开 就跟我妈妈要了五十万的赡养费 就是好听一点 是我跟妹妹的教育费跟生活费 那妈妈也没钱嘛 因为所有的钱都给爸爸 所以她五十万是跟阿公阿嬷阿姨阿 然后一些同事凑出来的 然后有离婚吗 有离婚 然后后来离婚之后 我爸爸还是一样不工作 那五十万不到三天就花完了 赌博 对赌博 然后我爸就跟我开会 他说现在家里没有钱了 那怎么办 那我也傻傻的就觉得说 好像是我的责任 那我去打工好了 那时候我国中二年级 那因为我还没满十四岁 所以我做了很多份工作 都是可能被老板发现 我是同工 他们就不敢请我 后来我阿姨说 这样也不是办法 而且她希望女生可以学一技之长 她就介绍我去 她家楼下的法廊当学徒 所以我就进入美法业这个行业 去开始洗头美眉这样子 对当洗头小妹 然后那时候洗一颗头是二十块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算说 那我一天至少要洗十颗 这样一天就有两百块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一个月薪水 大概七千块 我就想说 这样还差三千怎么办 我就把每天的一百块餐费 就省下来 对我都不吃 然后因为那时候老板娘也知道 我那时候国中 她就觉得也要给我一点面子 所以她就人很好 她就买了一个便当 说阿姨要减肥 那我们一人一半 我就不会觉得 我好像是被施舍的 所以那一段过程 就是很谢谢老板娘的照顾 然后就让我可以一个月 存了那一万块 然后把钱都交给爸爸去 缴房租 然后跟他的开销这样 好心疼 可是 那你这日子就一直过到了 升高中之后 原来你觉得家庭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 你也就这样过了 赚的钱都交给爸爸 升高中之后 你认识更多朋友之后 一比较之下你才发现 原来别人的爸爸不是这样 是的 因为我国中毕业 我想说暑假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再多打一份工 所以我去产品打工 把那两个月的薪水存起来 当我高中的学费 那我记得那时候 学费是三万块 因为我要念三星加商 的美容美法科 我都记得很清楚 但是我还没有满18岁 然后学校又离家里很远 所以我有跟我爸爸说 那你隔天可以带我去注册吗 他说好啊 那你学费放我这边 然后我明天又带你去 我们当然就乖乖交给爸爸嘛 那隔天要去学校注册的时候 他就直直吾吾的 然后很晚才回来 然后跟我说 他把我的学费赌掉了 所以我晚了同年纪的同学 一年才念高中 所以那一年就没有去注册 就没注册 因为已经最后一天也没有钱 然后因为这样的状况 然后也听了老板娘 当时有很多阿姨的客人 会跟我分享说 其实你爸爸没有很爱你 那我都会很生气说 没有啊 我爸爸 那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照顾他 是因为我也不奢望他 可以怎么样 我只希望他可以想到说 有一天可以跟我 还有我妈妈 我妹妹 跟我们说一声 对不起我做错了 那是因为他 他只是含慕 他就神经 把我们全部人都忘记 所以 我就等我做了这二十几年 其实我就觉得很厉害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APP 等你哦 会这样的状况 然后也听了老板娘 当时有很多阿姨的客人 会跟我分享说 其实你爸爸没有很爱你 那我都会很生气说 没有啊 我爸爸是很爱我的啊 会削苹果给我吃啊 他还会关心我们改辈子啊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父爱 故事到这边 我先问一下 我们阿美老师是儿童心理学者 是 你学儿童心理学 故事到这里 对 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女生 她在这样单纯的环境 有没有想到 她 她世界没有碰过坏人 然后她爸爸一直这样对她 她好像也没有办法比较 她也不知道 你所当然 对 她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别人说她爸爸不爱她 她还会生气 不会啊 我爸还有削苹果给我吃 这是什么样的内在 这就很像一个童真 其实很像北韩人的概念也是这样 像北韩人你活在那样的环境 其实像小朋友最粗的环境 就是爸妈 那其实爸妈会树立一个价值观 那其实也要 小孩自己本身是一个你知道吗 我觉得爸妈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 会有一个树立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们说小孩其实在 纯洁心灵的时候 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任何好坏 他没有所谓二元论 他的概念比较偏向就是 我的视角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他看到爸爸这样对妈妈 可是他的心里想说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爸爸 他是我唯一觉得我可以接触的人 所以如果就 我觉得拉拉的心理中 他应该比较偏向就是 他自己觉得这些事情 都不比我们这样的缘分重要 我觉得我自己把它好好地过下去 面对这件事情 我能够接受这一切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让他没有办法接触到外界的资讯 就很像我刚刚说北韩人 就是你没办法接触到外界的世界 你自己就觉得说 我活在这边其实算是幸福的吧 我活在这边其实算是刚刚好的 因为我没有比较急 我也没有别人可以那个 所以照着就是这样的心态出现 渐渐地有一些外面的资讯 你在法郎的阿姨妈妈跟你讲说 你爸爸其实对你没有很好 你还说不会 他有商品给我吃 你开始有一些资讯进来了 那后来有没有撼动你内在的价值观 后来有 而且尤其是那时候 我的初恋他妈妈是做保险员 你初恋几岁 我初恋十七 你就开始 开始谈恋爱 然后当时那男生也是一直说 你爸爸没有爱你 我跟他吵架 很生气 然后跟他妈妈聊天 他妈妈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跟我说 那你可以学得自己慢慢存钱 就说你来那个保阿姨 这个一个月三千年 没有 原来是来乱保险 也没有啊 我们打架要往好处一点想好不好 阿姨是希望他学会保护 对 爸爸谢谢他 我真的保那三千块 保了七年 因为我跟我初恋交往七年 那七年有还本吗 现在还有保险 没有 我中途有需要一些钱 我就把它解约掉 但是我真的有存到钱 就是也谢谢阿姨跟我讲那个观念 结果了 真的很存钱 对啊 在你的世界没有坏人 没有交给爸爸了吧 没有 我就一个月偷存那三千 就没有再交给爸爸 那家用都还是会给 那因为有一次 我妈妈就是为了还债 她就去传统市场工作 爸爸还是妈妈 爸爸 妈妈 妈妈去传统市场工作 然后爸爸就是跑去摊贩 在那里闹啊 说你不给我钱的话 我就跟这里全部人讲说 你就是什么离过婚的女人 还在这里卖什么五根畅旺 没有人会给你捧场这样 然后我妈就很紧张 因为她在那个新的菜市场 新的环境 她想重新开始 她不想要让任何人去舆论她 是一个离婚的女生 甚至当时就很多人说 离婚就是失败嘛 就妈妈不想要去被讲话 所以她就很难过跟我说 我就想说我觉得妈妈很可怜 我就回家跟爸爸说 以后家里要钱你就跟我讲 那如果你再去闹妈妈的话 我就再也不跟你一毛钱了 所以变成后来家里 爸爸只要要钱都是找我 那我妈妈我妹妹就 不用去负担这责任了 你除了自己牺牲 你还长大了之后 你还想做更大的牺牲 你是话出去之后 所以你爸爸就开始 你长大了 开始要比你要大条的了是不是 对 因为我也虽然蛮努力 到18岁我就当发型设计师了 那时候我就为了要赚更多钱 我就开始强迫自己要讲很多话 可能不能让客人来洗头 一两百块出去 我一定要叫她做SPA 叫她做护法 然后叫她买产品 所以我的业绩还不错 然后爸爸就看我 就是收入越来越好 就开始越要越多 开始会偏一些 我很久没有缴健保费 所以不能看健保 我就想说对 爸爸 如果没有缴健保费 以后医药费会更重 我就说那你欠多少 他说大概快20万 我也没去算 我就筹了钱 然后就给他 那过没多久 那健保局又寄了那个 欠费的单子给我 我才发现 爸爸拿那钱没有去缴 他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 而且也才两三万 他跟我讲20万 对 就会一直骗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骗法 就是说爸爸真的是 重新振作 他要跟隔壁的那个 什么王叔叔 要去开个茶叶馆 所以需要投资金额 可能二三十万 然后我就很开心说 天啊 我爸爸要当老板了 然后我只要二三十万 好 那我再结一些定存好了 就又再把钱给他 对 我想说爸爸要真的做 我是他的女儿吗 我一定要帮他 因为没有人会帮他了 那因为他一直就是 抹灭我对他的信任 其实他说要当老板 我替他很开心 结果他钱还是拿去赌 花掉 所以你从小爸爸是 百分之一百的爸爸 然后没有好坏就好人 那有没有开始渐渐 你年纪大了 有一些新的资讯进来 然后有开始对爸爸打九折 打八折 打七折 打六折有吗 有 开始有 我有慢慢长大 没有那么笨 因为每次讲着 大家都觉得我好像低能儿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环境 真的不能怪我 不是像现在 像现在我女儿 她如果听到说她同学被家暴 我女儿就说打113 就很聪明 小朋友幼稚园而已 可是我们当时候就是无能为力 老天爷 他爸爸都赌这么久了 你也给他赢一次好不好 他那个钱都是女儿跟老婆 辛苦赚来的 你也给他赢一次对吗 他一定会赢 但是输较多 一个更糟 他会再赌 一直赌 一定不会回本的 说拉拉结果你也很争气 在21岁的时候 开了自己第一间发廊 我有请一个设计师跟两个助理 那时候我们有四个人 然后一起经营这间小发廊 那是我妈妈跟我阿姨 还有我自己三个人合资的 对 也是这个困难的孩子找当家 对 我也觉得我蛮幸运 就是21岁就开了一间发廊 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回本了 我就把钱都分给阿姨跟妈妈这样 然后之后的钱都是我的 我就很开心 第二年又买一台车了 就觉得好棒 然后一直到第三年 我爸爸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店 然后开始每天都会来店里找我 然后当时的房东太太还说 拉拉你很幸福 你爸爸每天都来关心你 然后我就掐住虎口说 掐住虎口说 有苦难言 我不能告诉他 因为我觉得在那时候 我还是觉得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我不会像现在的心态觉得 这只是一个过程 可以讲出口 我那时候就觉得 爸爸让我有点丢脸 我不能说出来 那其实爸爸来就是要收我的营业额 他才要离开 所以他每天都来站岗 你都独立的 你都没有一丝丝想过说 我可以搬出去住吗 拒绝他吗 如果众生都很好 那我一定要变成那盏灵灯 那被家人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家人就变成说 如果大家都倒了 那我一定要站在中间 屹立不咬变成那根柱 所以我绝对要能够照顾身边做人 今晚 你有空来开放吗 闹他的时候 我就选择跟妈妈住 然后妹妹也是 所以后来我不知道爸爸是去哪里查 查到我在河堤路那边开一间法廊 因为中间过程都是 我会汇款给爸爸这样 所以那你爸爸在门外站岗 那你都有把钱给他吗 就怕他明天再来 对啊 不然他就不走啊 那你这样给了他不就每天来 就是所以第三年都没有真的赚到钱 就觉得做得很心酸 就想说不然干脆把店收起来 所以我就把那间店盘浪掉了 然后就因为盘浪掉有一些钱 我就放妹妹那边 我说以后你每个月都帮我转一万二 然后或者是两万给爸爸这样子 就是让妹妹去帮我转账 近年 近年最近 爸爸开始罹患阿兹海默症 但是你再也等不到他一句跟你的道歉 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想希望 他能够说一个 谢谢你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有好好照顾你 这样子的话 因为其实我长期工作二十几年了 然后这当中也遇到很多前辈贵人 他们除了心疼我 然后有时候也会责备我 然后也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要那么执着照顾你爸爸 那我就有在节目中讲说 如果我没有照顾他 他真的是会当街友 因为他已经得罪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妈妈也离开他 我妹妹也不管他 我妹妹结婚也没有告诉我爸爸 就全世界他只剩我 那我觉得我这么努力工作照顾他 总比我看到他当街友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你那个时候人在台北 接到屏东的派出所的电话 对 电话说什么 那个派出所是打来问我说 我是不是苏先生的女儿 我说对 那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你爸爸走丢 我们是屏东的派出所 我想说我爸爸的交通工具就是机车 怎么可能会从高雄骑到屏东去 那当时我已经上台北了 我就赶快联络我妹妹 那我妹妹跟我妹夫就 晚上半夜开车去屏东派出所 接我爸爸 那在接他的过程就觉得怪怪 就是问说爸爸你怎么会跑来这里 他就说我不知道 只是要去买个什么排骨饭啊 然后就到这边 然后还凶警察说 他们都把我押来这里 不让我回家什么 然后警员也很好 就是一直检视说 我觉得你爸爸可能有一些状况 就是我们是把他请来派出所 因为外面在下大雨 所以爸爸是边淋雨 然后边牵着摩托车 然后是巡逻的远景看到 把他接回来警局 让他不要淋雨这样 那妹妹跟妹夫 把爸爸送回家之后才发现 家里都一团乱 因为我之前每个月都会寄 保健品给爸爸 然后他把那个药打开 可能是姜黄钉还是B裙 钙片那一种 里面的那个药丸都还在 但是都泡水 就很奇怪 就是都泡水 然后房间也有很多 就是已经吃完 或者没吃完的便当 然后就是都很凌乱 然后房东跟管理员就说 终于找到那个苏先生的亲人了 因为他其实这个症状 有一阵子了 他常常出门没有带钥匙 然后就会把手指当成钥匙 然后去开每一个人的门这样 因为他忘记自己住哪间 然后也常常骑机车就不见 然后他就会找很久 但他都没有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觉得 爸爸突然阿姿还默奢突然的事情 因为他到那个走私的前一天 前一个月 他还打来跟我说 我晚会了一天 因为我每次都是月底会汇钱给他 可是有时候是假日 只要我晚会一天他就会打来跟我要钱 然后说好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他盖片吃完了 然后再补 我说好我知道 我想说脑筋这么清楚的人 怎么说忘就忘了 但因为是不可逆的事情 所以我也只能面对 那妹妹去照顾爸爸 我就在台北 因为要工作 我就开始上网查 一些阿姿海默的权威 去哪里看医生 然后应该怎么处理好 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跟我妹妹都有各自的家庭 我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工作 去照顾爸爸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找一个安养院照顾他 但因为我们这个过程 都有送爸爸去检查 他其实就是慢慢的 已经忘记我跟我妹妹了 然后甚至是把我妹妹 幼稚园那个小孩 当成是我妹妹 或当成是我 他的记忆已经退到 很久很久以前 那其实我一直很坚持照顾他 是因为我也不奢望他可以怎么样 我只希望他可以想到说 有一天可以跟我 还有妈妈我妹妹 跟我们说一声 对不起我做错了 因为他年纪也很大 我也没有说要他 重新振作去工作 我只希望他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问题 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可以 正视自己的状况 然后带给我跟我妈妈的伤害 给我们一句道歉就好 但是因为他阿姿海姆 他就是已经把我们全部人都忘记 所以我就等我做了这二十几年 其实我就觉得很遗憾 就是爸爸已经忘记我 我也等不到那一句道歉 歉歉好辛苦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 只关注自己的不幸 跟这个自己的伤痛 有时候听听别人 当然不是来比较的 就是说同样的 大家都有各自的问题 比较一下我自己的问题 可能还小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明天还是要走下去 对 那歉歉的付出都是为了家庭 为了父亲 再怎么样他也是爸爸 但是真的很辛苦 我们来请教一下阿美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愿意一手扛起家人的债好了 好 好 来 我们今天的紫薇题目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愿意一手扛起家人债的紫薇命格 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沉重 不是说等一下上榜的心象 就是你家里一定有债 它不是这个题目 它的概念是说 等一下进榜的前三名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可以愿意承接任务 承担责任 你不会逃避 也就是说 等一下上榜的前三名 在过程当中 是有满满的爱的 就不管你是在付出 你是在做这件事情 或是你在跟家人做连结 什么都想要把这些东西 给承担下来 所以是一个 不会逃避责任的前三名 那我们看的公位 是命工跟福德工 所以两位来宾可以 刚好看到你的命工 跟福德工的位置 对 命工跟福德工 盛梅姐是在左边嘛 对不对 对 对 跟福德工 对 然后拉拉的是在左下角 对不对 然后福德工上面 对 好 观众朋友 帮我们看命工跟福德工 等下以方上榜的时间 要帮你们解释一下 然后看一下来宾有没有上榜 如果来宾没有上榜 我会特别解释一下 你们可能在家人这块方面 你的连结跟心理想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是我们的 天良这颗星象 天良这颗是天生的老人星 而这颗老人星 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总是有一种 成仙起后的感觉 我们说老人星的特质就是 我们说很像班杰明的奇幻女成 一出生 感觉就特别的老成 所以天良可能在小学或国中 我都觉得说 我觉得我有那个使命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而天良又贵为我们叫父母心 所以在心态上面呢 天良如果在福德工或命工出现 都会解释说 天良的人 在面对到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说 事情来了 我就做 做完了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天良其实有点傻的原因是因为 天良不会逃避责任 而你在命工要做事 在福德工要做 我心里想 我觉得我绝对不要逃避 他会觉得 我如果放掉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好像怪怪的 所以天良的人 如果你家里 比如说出现变故 或你家有这些状况 天良就会觉得说 好 那这时候 身为我的价值就来了 所以天良有个很妙的点就是 如果众生都很苦 那我一定要变成内展明灯 那被家人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家人就变成说 如果大家都倒了 那我一定要站在中间 屹立不遥 变成那根柱子 所以在天良里面 我们那个良有良柱的含义 所以看来说 我要撑在那边 所以我绝对要能够照顾身边所有人 属于这样的性格 所以像 雅兰姐的福德工是天良 就代表说 这是我的福法 对 她就是 我一定要能够把她撑住的 这种感觉 所以谁在天良旁边都非常舒服 你会发现 天良会把身边人都照顾好 会有她的方式去扛下这些东西 刚刚都有吃饼干 有 有 对 OK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名 小时候不养 然后不教养 然后人也不见了 她已经多少十几年 没见过她爸了 然后她爸来到县城 她说 我都跟你们失联了 你们也搬走了 我都没有找到你 儿子长这么大了 先讲一堆 她是不是拿一点钱来 她就说你要多少 不多 真的不多 手边有没有二十万 先给爸爸这样子 她就想说 反正很久没见面了 如果二十万 爸爸从此不要来找她也OK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战巴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碰碰壶 等你哦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来第二名是我们的天府这颗线 如果命宫跟福德宫有天府的 是吧 独龄跟命宫天府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是 你也有 拉拉的福德宫是天府 多准 然后盛美是命宫天府 扛啊 扛啊 来我们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扛啊 天府这颗心呢 就是一个所有星象里面 最古板的星象 天府会古板 我所谓的古板概念就是 最一步一脚印 事情就是这样 我可以在外面做的 让别人都看到我 但是实际你要我做选择的时候 我很怕 比如说 这个东西 我没有把它稳定的踏实好 举例 我要付出一百块 我皮包里面一定要有一千块 我才愿意付出一百块 是真的 真的 天府是一个对于这些事情 非常小心翼翼的人 天府觉得任何事情的出去跟回来 都要先有一个保障 所以天府是一个很保顾自己的人 但是天府有个性格是 他放不下身边的人 所以如果家人是一个有需要帮忙 或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能够跳出来说 我要把我自己顾好之外 我要让你们也在我的这个下面 他不会丢掉责任 他觉得你们就是我必须要付出的对象 干爹 天府看似很厉害 干爹会赌博 而且都不赢钱 你要照顾干爹 第三名不可能照顾第二名 我必须要说 这时候我们就要帮大家去分一下 命宫跟福德宫 像笃灵哥跟圣梅姐都是命宫 命宫天府的人都是看似严肃 看似很古板 但内心其实有自己放不下的东西 天府的人其实就觉得 我还是想要付出 我还是想把自己顾好 像看似把自己顾好 但其实我的顾好是包含了 身边人也不会因为我的关系 我想要拖累别人 因为天府有个心理想法就是 我绝对不要变成别人的富人 我宁愿自己爬起来 自己变得好 但我不要变得像 好像要施舍别人 或是给别人那种感觉 他不喜欢 天府是属于这个性格 但如果天府在福德宫 所以就像拉拉的命盘 拉拉命盘是福德宫天府 而不是命宫天府 就代表说 他的内心其实非常传统 但是拉拉很特别是 他的命宫是破君 我们特别解释一下 拉拉是很反差的 因为福德宫的天府很传统 那命宫的破君是最叛逆的形象 所以他的命盘是非常特别 就是看起来非常叛逆 但是实际的内心非常传统 也就是说是一个做起来 敢做敢为 我不怕任何事情 但你只要突然把他的前面 那个面具给卸掉 人全部都弄走 你就会发现 拉拉瞬间会变成一个 很像一个贤心良母 我觉得就做这样就好了 然后破君在命盘上的性格 就会变成 拉拉现在写的 其实他有时候没想那么多 反正做就对了 反正把这件事情 扛在身上就对了 活在当下就好了 这件事情完成就好了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因为破君是一个 做一步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不想让自己后悔 所以做完就好了 是属于这个性格 然后想法里面有天府的想法 所以代表说 而且天府反正是有个连针 你看这样 你的命盘天府反正是有个连针 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连针 就代表说 心理想法是 如果这个责任 我不把它抓起来 我就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些什么 所以其实拉拉的内心里面 是有某方面的偏执感的 简单来说 拉拉命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命盘 但是是一个任何事情就觉得 好啦 简单看过 但是就做 做了就觉得一切都好的 这种形象这样 这是他命盘上面的呈现 你爸爸一定前几世有烧好香 做好事 就是非常好必有这个女儿 但是我想想说 拉拉在命盘上面显示 跟他爸爸的关系 其实有点又爱又恨 我说实话 就是其实 他们两个有点扯在互相拉扯 拉拉其实觉得有爸爸这个角色 他才有活着的感觉 所以反而不是说他不推开爸爸 而他觉得说 在爸爸的这个动力 跟这个诱因之下 他觉得说 他有个努力的目标 所以拉拉其实是一个 面盘上面显示 他是一个需要目标的人 也就是他是一个标准劳碌命格 就是如果我没有前面这个事情的话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往哪里冲 所以他现在把自己当作说 我一定每个月都要有这样的收入 我才有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的这种感觉 所以拉拉其实是一个 会让人看命盘觉得 其实有点心疼的女生 其实是这个样子 在女儿上面来讲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来第一名是我们的 紫威这颗形象 两位来宾 好嘎嘞 都没有 好嘎嘞 第一名 对来来来 第一名 高可贝斯 来我们特别要讲到第一名 所有里面 在命盘上我们是紫威斗数 所以紫威这颗形象 是所有里面最稳定的 绝对不逃避责任 甚至可以把所有的劣势 转成优势的性格 就是属于紫威这颗形象 我以为当劣势 好 我是那个劣势 对对对 所以把不好的东西都转成正好的 因为紫威的性格比较偏向 我一呼百诺 我一个人要扛起所有事情 所以不管我再苦 我都要让别人看到 我最好的一面 所以如果你的命功夫的功夫 紫威你会发现 佳然这件事情 永远是你一辈子 完全无法逃离的过程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 诶 那我们上榜的前三名 是不是都很辛苦啊 就感觉好像我们就必定 要做到这些事情 但必须说 这三颗形象 在紫威的意象里面 也因为这样的作为 他们在过程当中 会得到非常多贵人的小事 也就是说 其实命还是公平的 不是说 他们三个不会逃啊 所以不会逃最可怜 其实不是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三颗形象 在过程里面 会一直默默别人说 诶 你做到这些事情 那我愿意帮你 你有这个理念 我愿意帮你 你知道人只要一直坚持一件事情 旁边的人 就像比如说 拉拉是他妈妈 或者是他旁边的人就说 诶 我可以帮助你什么 甚至是连同学都说 诶 你把他不好啦 就所有人都看到他就觉得 你怎么这么简单跟单纯 所以这些形象都是 所以上榜的观众朋友 不要觉得 好像上榜很辛苦 我觉得其实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 你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们学到的经验 跟你们心理的素质 远远会强过于其他形象 这样 了解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来来来 这边问一下盛美 所以说有一位明星 艺人 他其实遇到了 很多人生的状况 然后结果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后来他刚好碰到一个 就拜拜 对 一个宗教 结果后来他就转运了 就是一个男艺人 他是从小呢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然后他是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然后小时候 其实经济环境不太好 不过他蛮孝顺的 后来他有机会 进入了演艺圈之后 他很幸运 其实一开始是拍电视剧 然后就慢慢拍电影 之后他也出过专辑 所以大红大紫 妈妈住在南部 所以他当时就在台北 也买了一个很不错的房子 想说我现在有点能力了 想把妈妈接来台北这样 可是有一次 他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人家就说 外面有一个人找你 他想谁啊 就他到外面去发现 他爸 你知道这个故事都是这样 你不觉得吗 很多艺人都遇到这种问题 小时候不养 然后不教养 然后人也不见了 他已经多少十几年 没见过他爸了 然后他爸来到现场说 哎呀 我都跟你们失联了 你们也搬走了 我都没有找到你 哎呀 儿子长这么大了 先讲一堆 然后讲完就说 爸爸最近 手头有点紧了 前阵子做一个投资 没有很好 现在没什么钱 你现在不错呢 你赚这么多 是不是拿一点钱来 他就说你要多少 不多 真的不多 手边有没有二十万 先给爸爸这样子 他就想说 反正很久没见面了 如果二十万 爸爸从此不要来找他 也OK 所以他就跟助理讲说 去领现金给爸爸这样 结果从那之后开始 他爸三不五十都出现 三不五十都没钱 那每次都有理由说 前阵子我就投资一个什么 结果就不见了 你这次要多少 一百二十万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之后呢 不断是在他拍戏的 这个现场出现 他有一次去代言活动 你知道代言活动呢 厂商是最在乎 代言人的形象的 对 然后他站上去之后 就看到他爸爸 远远站在那边 你到底要多少 你手上有多少 三百五可以吗 你当他是什么 当他 真的当儿子是金矿 要钱 这个儿子觉得说 爸爸看起来蛮可怜 而且他不断 不断地来吵 后来好 三百五去 前前后后 这个你知道 光是爸爸跟他要钱 大概一千五百万左右 之后有一段时间 爸爸没有再来找他 所以这个男艺人就想说 大概也没问题了 没想到过了两三个礼拜 夭壽 有一天晚上 他觉得他半梦半醒之间呢 他听到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而且叫的是本名 那他知道 一人都是义名嘛 知道他本名其实不多 他吓到了 后来他连他住的地方 他都不敢住了 除了睡不着 听到有人叫 而且不只是喊 是听到说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找到某某某 找到 之后有一段时间 爸爸没有再来找他 所以这个男艺人就想说 大概也没问题了 没想到 过了两三个礼拜 夭壽 有一次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录专辑 然后就你知道 助理就说 某某哥不得了 外面有一群人 说子明要找你 就是说 他又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通常 艺人的行动 不太会对外公开 他出去一看 是一堆黑艺人 大家懂 而且那些人呢 也蛮上道的 就站得远远的 然后就跟他讲说 这样啦 那个知道你明天 有个代言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 跟你打个招呼 如果 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爸就欠我们 多少 五百 你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就先把钱给我们 不给我们 下午两点 你的那个记者会 我们也是会帮你热闹 也是会跟人家热闹热闹 你知道啦 请问要不要给这个钱 你不给 你知道厂商 骗厂 是最害怕有这些人的 马上连夜 就叫他们把这个现金准备好 第二天一大早送去 前前后后 他爸就跟他挖了 三千到四千万 这些黑道跟讨债的人 如果出现在片场 你知道吗 就算新闻没有 消息都出去了 那个谁谁谁 怪怪的 有欠钱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 是他爸欠了还是他 就开始谣传 他有赌博恶习 演艺圈不都这样吗 其实有的时候都可能是你爸爸妈妈出的状况 不是你本人 后来经纪公司就告他 说你违约 天啊 官司也来了 然后再来 他应该接下来接的两部戏没有了 因为人家导演怕说 就算你在哄我敢用吗 不要我到处去拍戏 然后这些黑道跟着来 不是很惨好 那戏没有接到 那个六百万的广告没有接 然后现在经纪公司要告他 没有收入 合约纠纷 背上官司 是不是够惨 然后你知道艺人是这样 他在最好的时候 买的房子一定很好 那请问几千万的贷款 他每个月要付多少 都要二十到三十 可能还不止 没钱了 那我怎么过日子 好惨 他说有一段时间 他甚至要跟他圈中的艺人朋友借钱 他才有钱去吃饭 不是缴房贷 是吃饭 吃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还不敢告诉他妈 甚至他爸出来要钱 这一件事情他不敢告诉他妈 有一天晚上 他觉得他半梦半醒之间 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而且叫的是本名 大家知道艺人都是艺名 知道他本名其实不多 他吓到了 后来他连他住的地方 他都不敢住了 除了睡不着 听到有人叫 而且不只是喊 是听到说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找到某某某了 你会不会怕 你会怕 因为你不知道人生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这样 很多人到这个阶段会觉得说 是我 我卡到什么 还是就是说我做错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做错 他后来甚至家都不敢住 为什么呢 他说有时候他要出门去看病 他在家里面喝了水 水杯放在桌子上客厅 他出门对不对 傍晚回来的时候 那个住的地方就他一个人 水杯变成在厨房 后来是他的一个哥们 你知道他也很爱面子 他借钱不太敢跟这些艺人朋友借 他的一个哥们就打发给他说 某某 最近是拍戏吗 怎么都没有联络什么 没拿出来吃饭 他去到那个餐厅呢 他的这个朋友呢 又带了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 是一个大姐 然后这个艺人没有见过他 可是这大姐一定知道他是谁 好 就坐下来 大家寒暄一下 要吃饭什么 大姐就看了这个艺人 然后很认真跟他讲说 你最近睡不好 然后大姐就讲 他说 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有人叫你名字 他都没有讲 然后大姐说 你左边那个背部 他都讲得很清楚 你是不是经常痛 就是他的旧伤步伐 然后接下来再讲了跟嫁人 他说 你是不是最近有去过法院 然后他都不再讲话的时候 大姐就说 其实你的状况呢 是因为前世累积了很多的冤亲债主 然后这个时间点 业力大爆发 所以你在运势不好的时候 你本身这个累积的业力 一下子引爆了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你很努力赚钱 你赚不到钱 你很努力地拉关系 做好关系 可是你被人家搞 你很努力地去生活 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可是你整个人就陷在那里 讲到这个男艺人快要哭了 然后他就说 对啊 你说的都没有 说那我怎么办 然后大姐就跟他讲 他说 如果你不去处理 你的状况会越来越早 你有没有觉得 你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 说是 然后这个男艺人就问大姐 说那现在怎么办 那大姐就讲说 这样一个业力 前世的冤亲债主 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处理 也不是你自己可能念念经 就能够处理的 你要去拜地藏王菩萨 那男艺人当然会问 他说 那全台湾那么多家 去哪里拜 对 因为你说 我们一听地藏王菩萨 大姐就讲 她说在彰化竹堂 竹堂 有个慈壁禅寺 这里的地藏王菩萨 非常非常灵验 而且大姐讲 因为这个大姐本身有一些灵异体质 她看得到 体会得到 大姐就讲说 像你 你一进来 其实我就看到 你身边有一些灵体跟着你 但你不要害怕 因为像你这样情况的人蛮多的 我也帮我很多朋友告诉他们 她说现在刚好是农历七月 她说我建议你去参加 他们的普渡法会 就是慈壁禅寺的普渡法会 那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也跟这男一人一样 就说参加普渡法会 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就能解决冤亲在主吗 因为一般人其实不知道 那大姐就跟她讲 她说你知道吗 你不要去恨这些冤亲在主 这些冤亲在主 她也不想一直绕着你 可是你知道吗 这是前几十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她在这个时间点 她找到你之后 她也想离开 她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你去参加普渡法会 普渡法会上面 师父会送念这个经文 那这些经文是用作什么的呢 是去回向给你这些冤亲在主 那第二件事情 她说普渡法会当中 你可以供养这个九品莲花法传 然后请地藏王菩萨 来替你主持 因为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做得到 要请地藏王菩萨 来替你主持 做什么呢 让这些前世累积的冤亲在主 透过供养的九品莲花法传 把他们引渡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 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他能够去那里 他会感谢你 他也不会再缠着你 将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也是功德一见 这男艺人觉得 这真的是我的一个机缘 所以那一年 他去参加了普渡法会 那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更奇妙 也是一个缘分 普渡法会之后那天 傍晚他就回来台北 回来台北 他就找朋友吃饭 结果朋友看到他说 你最近怎么看起来不错 就是红光满面 你干嘛去了 所以这个男艺人就觉得 我刚刚去了法会 送走了我的冤亲债主 回来之后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你干嘛去了 就讲着了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圈内 很有名的经纪人 其实我跟他也是好朋友 这个经纪人 就跟这个男艺人讲说 我看你不错 我跟你讲 你那个官司大家也知道 那个官司一旦结束 你到我公司来 这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一个礼拜之后 这个男艺人的官司结束了 他赢了 这边的经纪约结束之后 他就到这个新的经纪公司 然后他就告诉那个经纪人说 我跟你们讲 我之前发生什么什么事 然后我因为去参加法会 什么什么 然后这男艺人就说 我一直觉得最近很不错 各方面都很好 那个隐隐隐隐隐那种声音 没有了 然后你总 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什么 都有一个 你知道有个光照着自己 然后这个经纪人 说马上带我去 我也去拜 所以第二年 全经纪公司都去 然后把我拉去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活动 那经纪人看看我就说 许晟美 我也说跟你讲 就是不认识你的人 都不喜欢你 可是老实说 我们认识你的人 都知道你很辛苦 可是你很辛苦 却赚不到钱 小人又多 口舌又多 然后官司又多 你是怎样 健康又不好 他就跟我讲说 你比我们家那个男艺人 更辛苦 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那个男艺人 你们知道吗 手上有五支广告 他在大陆 电影一部接着一部 通通都是卖座 超过十亿台币 人秘密更不可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 后来我跟着去 我是要告诉大家 我有拍照片 去年的时候 地上王菩萨 参加这个普渡法会 师父们都会诵经 诵经之后 你知道有多么 多么重要的功德 会在自己的身上 来 这是我拍的三张照片 有没有 很多的民众都会去 其中有一 其实有一桌是我们经纪公司 就是我讲的那个经纪人跟我 你知道那个经纪人 赚得多夸张吗 他旗下有三个 很厉害的艺人 有一个男生就我说这个 另外两个女生 现在在大陆都不得了 如果这个男艺人 如果一年收入 超过两亿台币的话 你可以想象经纪公司赚多少 这是那个法会 然后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真的顺风顺水 我觉得蛮不错的 感谢 因为我的冤亲债主们 他们也被接引到 西方极乐世界了 人只要顺的时候 什么都好 我最近开了一个新节目 我没有去找人 是人家自己来找我 是喔 真的啊 然后我的代言 也变成是人家主动来找我 所以那个经纪人就说 你看吧 你看吧 当这些冤亲债主 都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很顺 而且你会整个人原神光彩 是不是这样讲 是 就是看起来很亮 是哪一个经纪人 竟然没有约我们去吃饭 干嘛要告诉你 你已经很赚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找方法 来 那请教一下关静老师 怎么样的法会科宜 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业障 除去障碍呢 帮我们有一些累世的冤亲债主 来做一个度化 来解除障碍 还有包括我们亲身也会无形当中 积累的无意当中的这个业力 也同时可以来做一个 去除破除我们108种的障碍 让我们的运势可以来做一个提升 来 那请教一下关静老师 怎么样的法会科宜 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业障 除去障碍呢 其实很多人运势总治不顺 那他不知道说 其实是来自于前世累世的 这些冤亲债主的干扰 导致来影响阻碍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在一些冤亲债主当中 有一些是我们今生的 至亲的父母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 兄弟姐妹手足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 丈夫妻子另外一半 或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子女等等 那甚至有可能走在路上 没事他会瞪你一眼的人 有可能也是我们前世的 冤亲债主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有多数的这个所谓冤亲债主 他其实在冤界里面 他是四处飘荡的 在飘荡当中呢 他就是在寻找 在之前有跟他这个 亲人也好 仇人也好 之间呢 有一些怨对 所以他会去缠身 等到对的时机点 这些冤亲债主 就会去进行逃报 那逃报之下 是不是对我们客人运势 就会有不好的一个影响 对不对 譬如说就会造成 我们可能在身体啦 就有莫名的病痛 或是呢 在我们的精神不安 产生恍惚 或是我们的财运啦 客人运势一直一直 有一些卡关等等 无法解决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假使我们要这个 解除啦 冤亲债主 要摆脱厄运 那老师呢 会非常提醒我们大家 在每年农历的七月 我们呢 可以透过中原普度的法会 来做这样的一个 摆脱我们的一个冤亲债主 这个时候呢 老师会建议说 我们可以帮自己 或是帮家人 来供养诸佛 来做个不失众生 可以消除业力 而且呢 同时也可以为我们 自己来调整 下半年这个运势的提升 像今年农历七月呢 那关键老师 我也会到彰化 竹堂的这个慈弊禅寺 那在今年的中原法会呢 中原普度法会 兔子年非常特别 因为呢 在禅寺的这个法师团 他们会在法会前几个月 就开始会进行 这个地藏的祈福修法 一直到法会当天 那到法会当天 他们所累积的 108遍的这个地藏王 菩萨本愿经 及多部的经文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 其实108 这个数字在这个佛教当中 它是一个极高的能量数 那同时呢 透过这个108遍的 这个地藏经的修法呢 可以去做什么 可以超度这一些的六道众生 那除了帮六道众生超度之后 也可以帮我们这些信众呢 可以让他们得到这个 这个业力的解除 也可以这个离苦得乐 那甚至是在我们的这个 世间的人 我们也可以一一的 得到在运势上啦 无故被波及 可以得到慢慢的平息与解脱 还有就建议 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 假使说我们家中的父母 或至亲离世了 离开了 我们更要好好的 帮这一些亲人 离开的亲人 帮他们好好的报名 这个地藏菩萨的法会 因为呢 除了我们帮报名之后 帮他们度化到一个 这个离苦得乐的环境之后 那其实也会帮我们世人 累积一些好的功德福报 所以呢 我们同时来修持 这108遍的地藏经 其实等同于 我们的这法会呢 他这个功德是利益放道到 无限大的 所以在这一天 关键老师也会特别像 今天这样请法 然后诵经回向给一鸣两届 所以在当天也会像 帮所有的信众呢 来做这个法会的四大独门科仪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科仪呢 会是这个白解除脏骤轮症 那这个仪式最主要呢 是运用着地藏总子自骤轮 在结合了摆煞的 这个摆煞除慧咒 这个摆化除慧镜 来帮我们有一些累世的 冤亲在主 来做一个度化 来解除障碍 还有包括我们今生 也会无形当中 积累的无意当中的这个业力 也同时可以来做一个 去除破除我们108种的障碍 让我们的运势可以来做一个提升 那第二个科仪呢 我们看到地藏功德精一法 精神法医 佛有一说 就是说供养法医 庄严佛身 意思可以消灾免难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供养法医呢 可以得到无数的一个好的光环加持 老师会在这一天呢 也会向这个地藏王菩萨 去做一个供养精神的法医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也适同重塑地藏王的精神 好 这样子也是给我们跟神佛呢 也有累积到好的一个佛法的善缘 所以呢也会得到呢 佛菩萨对我们无上无量的一个加持 第三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科仪呢 就是九品精联度 我们呢在这个法会当天 我们都知道这个科仪其实是里面最重要的主軸 为什么 就像刚刚那个顺美姐讲的 所有的冤亲在主 如果你不懂得跟他做一个和解 你不懂得有他们的存在 他们去不去来不来 都无法永远在这边飘荡着 他不是要缠着你 但是你总给他有个去处吧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当天 也会提醒这个地上王菩萨 可以这个九品精联的这个法传 将我们的冤亲在主呢 做一个度化 然后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那我们本身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加点这个精联灯 来让这些冤亲在主呢 可以照样他们这个六道的回归路 所以在当天呢 也是要提醒地上王菩萨来做主 我们可以来度化前世 跟今生的这些念缘 让这些旁边的这些冤亲在主 不要再纠缠我们 拜托我们就是此刻了结了 我跟你已经做一个解冤 一个解除了 所以也不再会影响我们今生的运势 那最后一个呢 第四个就是补库一桶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都了解 我们先天财富的一个福报啦 或是我们的财富模式都不一样 像我们看很多人 他就是赚钱像吃饭一样简单 尤其他可能晚上睡觉 他的那个财啊 那个财都还在无时无刻一直进账 所以这样的人你说福报好不好 非常好 但是这样的人财气满满 是少之又少的人 所以我说我们一般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在工作上 他有努力 可是他就算赚到钱 他又存不住 那就算存得住 也很容易被人家花掉了 不是他花的 那再来就是说 我明明有很多的一个机会 可以人家跟他合作的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我都跟 赚钱的机会擦身而过 好吧 到最后只能赚掉一点小小的钱 但是呢 可能又因为 我自己的判断失误 我可能又投资错误了 那还有一种最惨的就是 没财又没有库 想赚钱又赚不到钱 那即便说他赚到的钱 无形当中 这个钱才是左手进又右手出 那就是有赚跟没有赚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法会当中 一样我们透过这个经济荡菩萨呢 我们呢 会帮我们的所有信众 除了呢 会帮我们信众做这个天才补库 为什么 因为在每年农历七月 它是中原普度 也是一个吉祥月 这时候来帮自己天才补库 是最好的时机点 所以呢在这个法会里面 透过天才补库 那老师这边呢 会请经济荡菩萨 帮我们每一个人加入这个财气的原神入命 也让我们在这一个 本身很会漏财啦 然后破财啦 让我们怎么样 就是止住这个破财 让我们赚进百财 也让我们下半年的运势 大家都可以步步高升 谢谢老师 你看看我们节目多好 过得小才街的 这我给我们教一个方法 不要钱滚钱 这个植物它本身就是一种财气 我们在五行学里面呢 那个绿色 绿色的东西 它本来就代表财 所以你财在水中长 那水一直在冒泡泡的时候 植物在成长 水在流动 这就是水财 所以水能够钱滚钱 这我给你教一个方法 要钱滚钱 我要来吃一顿炭子 那么请教一下陈冠宜老师 怎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我们钱滚钱呢 人生里面没有钱 其他都是假的啦 真的 老师你说我很实在 害我接这么快 人家都笑我没气质 像你都接第三秒 比较有气质 所以我们什么要 钱滚钱的时候 一定要从你的 基本上 我们都建议说 从家里面来摆设 你如果家里面的空间能量 没有那种正能量 把你拱起来的话 你想要钱滚钱 不可能 只有钱进来就锁死 钱是你也会死的 钱是死的 一个人两脚 一个四脚 但它又跑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 把所有的条 还在这里就锁起出来 所以钱滚钱最好的方式 就在家里面怎么做呢 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面 钱滚钱的风水摆 第一个做 最简单的 每个人都做得到 在窄屋的东北方 摆有利益昂然的水缸 要水草 要水草利益昂然的水缸 你看我们家里就说 水 水财水财嘛 水财它本身就是 要让它生生不息 因为水缸它的水会波动 水在动的时候 里面的植物它还在成长 所以代表它 这个植物它本身就是一种财气 我们在五行学里面 那个绿色 绿色的东西 它本来就代表财 所以你财在水中长 那个水一直在冒泡泡的时候 植物在成长 水在流动 这就是水财 所以水能够潜滚钱 所以当你把它放在东北方 为什么要放东北方 各位讲说 我们常常讲鬼门关 什么叫鬼门关 东北西南叫鬼门关 但鬼门 鬼门可以把你带财去 也可以带财来 所以我们叫做 一个术语叫 五鬼林门带财来 也可以五鬼林门带财去 如果你这个地方杂乱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东北西南都没有 那都代表着 你会五鬼林门带财去 所以你贪得多 你也是把他拿掉了 不然就是 你做其他投资失败了 都完全没有 但是如果你在东北这个位置 它五鬼林门带财来 你放了水 叫五鬼林门带财来 就把我们这个财滚进来 所以就能够带给我们这一家人 住在里面所有的人 都能够钱滚钱 赚钱能够生生不息进来 所以就能够从小前变大前 能够变成巨富之格 所以一个鱼缸就很好用了 每个都可以去准备 很好处理方式 第二个建议的方法是 宰屋的衣柜内 自放保险箱 这个衣柜 我们在衣柜里面 要加一个保险箱 柜中柜 衣柜的柜 柜中有柜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在有两种方式 这种柜中柜的方法 一种是在求怀孕 也是一种方法 求怀孕 求怀孕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小孩 我们古早的人说 我的孩子 是不是孩子 我都没赔钱 小孩生得大 就是我前前会养小孩了 那也是就求怀孕来的 但是我们家里面的柜 因为你的衣柜 是每天你都会去开 这个钱滚钱 里面有个钱柜在这个地方 有个保险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代表这个钱财 就一直在滚过来 滚过去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帮人家 规划房子的时候 我们都建议 我都常常建议说 你在选择在柴位的那个位置 房子的柴位的位置 刚好是有衣柜 那又是把保险箱放在那个位置 有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衣柜 你要怎么做 要做一个柜中柜 你说保险箱放在这个地方 用木头再做一个箱子 你看起来是一个柜子 你不知道里面是保险箱 又可以防盗 你要知道你到你家来 不知道里面是保险箱 所以把那个柜子门打开 里面又有柜子 就保险箱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的钱 能够在这个家里面的赚钱 能够钱滚钱 你保险箱越大 财容纳越大 但是我们家里面保险箱 有时候那么贵 没有东西可以放在里面 不一定小箱就可以 只要你一个保险箱 不管大小 只有有在这个房子里面 能够放在我们衣柜里面 它就全滚钱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去住饭店 五星酒店 五星酒店那保险箱放在哪里 第一个理事长就在衣柜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自古以来 就传出来的一个习俗 所以习俗就要让你 住到我的饭店里面 你来这边赚钱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去谈生意 住我的五星饭店 你说钱滚钱 所以说在柜子里面 加一个保险箱 相信你很快 就能够让你的财富 由小富变大富 所以大富就变寄富了 所以请各位做参考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文王卦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会跨过哪道坎呢 来 关键老师 来 我们有现场来宾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会跨过哪道坎 我们上面有五张的图卡 那我们先由现场来宾拉拉 来 我们先选一张 你会选几号呢 我想要选一号 你这么快就看好了 一号 它是仙女很漂亮 先选一号 仙女插花 仙女 一号公子看水 好 那我们的孙梅姐 三号 孙梅姐会选 五号 会选五号 划船 好 划船 二号是钓鱼 好 那我们的 三仙老公阿飘三 三 赌铃哥好了 林哥先选 我也要三仙老公阿飘 吃吃喝喝 三仙老公阿飘 吃吃喝喝多好 你应该选二的 二是什么 三仙老公阿飘是这个 赌铃哥 三仙老公阿飘在干嘛 吃吃喝喝啊 在拌斗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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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孙梅姐选了吗 我选了五号 孙梅姐刚是不是要 她选五号 对不对 你也五号 我还没选 那雅兰姐是选 我也是三号 三号 我也是吃吃喝喝好了 吃吃喝喝 阿美老师 那我们的阿美老师 我要四号 那现在我们先来 看一下这个一号 选择我们一号图卡的现场来宾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一个有谁选就有一位 拉拉 我们拉拉他选到的是 五百五波比 心想事成 就是那种感觉 想说关关难过关关过 我们当然必须要先过自己那一关 你才庆幸我这一关又过了 所以当你心中有一些困顿 还是有一些无力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用心理让自己有一个正能量 就像两位主持人 今天穿着红啪啪的衣服 就有正能量出来 然后让自己可以心性稳定 自然而然我们在未来一个月 就可以心想事成了 恭喜 拜拜 我以为他在插花 然后来看一下二号图卡的 二号图卡没有人选 现场来宾没有人选 那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有选到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叫 好像是一个开始又是一个结束 那它正面临一个段落 就是说如果刚刚好 你经历过一段桃花 或是感情一个段落 或是您以为这个人脉 这个族群可能这根本是来帮我的 没想到他是来扯我后腿的 好吧那就看破 我们从现在未来开始 你必须让自己多去参加一些聚会 然后多认识一些朋友 多展开一些 都展开一些局势 然后可以让自己多增广见闻 不要困在自己的思维里面 就可以在我们的桃花人脉 可以展开新局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版图的三号 我们三千老公的不要 你爱吃 来 我们这个是一百分 代表说我们本身除了自己的工作 专业展现以外 另外可能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面对要求职 或是你突然转换部门 你可能觉得好像这个手伸出去 要运作卡卡的 记得请求救可以 请益你身边的学长 或是你的长官 或是身边经验比你丰富的人 让他来帮助你 就可以帮你在未来的 这一个工作门槛上 可以获得满满的展现 得到别的任务 就是请叫干爹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号的图 四号的图是我们的阿美老师 对不对 阿美老师 其实这张图叫做好像 江菜公钓鱼 它的等待 所以我们就是说未来一个月 也会有得到贵人相助 来化解危机 我们讲说家里有三级 没有贵人急 家里没有钱会急 还有遇不到良衣会急 所以我们心中 只要有好的正能量 我们自然而然 在下个月就可以 有贵人来相助 听闻你有什么苦 来帮你做一个化解危机 好不好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接下来 80分 代表说我们有选到 这张财气的人 我们的盛名铁 财气满满有意外之财 所以就是说也许我们在 上半年好了 可能遇到一些财卡卡 就是小卡卡 所以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下一个月开始 我们就好像换一个 就一个好的气场 你可以自己去 帮自己买个乐透 专杂盔 也是做工艺 然后也让自己呢 重新重整 我们在目前啊 规划啊 理财 投资 是重新配置 这样的话 就会让我们重新 把好的财气带进来了 祝福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选对了吗 谢谢老师 好 来 观众朋友好玩 大分享 想不了解 金地藏普渡法会的观众朋友 欢迎上命运好好玩的 脸书官方粉丝团查询喔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谢谢干爹